像是大洋港行賣市長 內政部 中聯市長 還有我們合作經部 行總經理 還有內政部部長 邱立委 還有市政府各局處的所長 還有我們地方很多名義代表 我也看到很多我們銀行界的朋友 還有工商界企業的老闆 那麼還有我們後面有很多關心我們達利米樂的所有在地的保護員們 大家 那麼今天終於樂透本場開幕了 其實剛剛接市長一句話 我都知道你怎麼不在一起做主席 你以前做主席我現在就做主席了 我們第二報告 四年前的時候 107年8月2號 我們正式跟高雄市捷運局 跟高雄市政府正式捷運 當時我心裡還有點惶恐 因為我每次 我是關心你從哪來的 我每次到小洞岡山 總會經過一片甘蔗園 這麼荒涼的地方 但是捷運不通的 為什麼這麼少人居使用 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常騎在國外生活 我看到國外的捷運 交通便利的生活性 跟市民的人在關心 我說這個機會很好啊 為什麼沒有人要來開花 當時我接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坦白講 我有一點怕 因為過去對高雄的印象 只有鬥犯像跟兩人 萬一人說 你不是共産長嗎 我也是在講話 我們不懂我們 政治部門在國外生活 我們特地到高雄來鬥犯像過 這過去大家對高雄三的印象 那我想 如何去改變 所以 毅然同志在橋頭圈漫生 他將近八百步的時候 拼不戰 那是我的心裡更慌慌 趕不趕妹 從現在去看 當時我已經漫心不安 現在轉手 我聽說是二十八萬 三十萬 我欣賞你 我一個人賺一萬 可以我一個人賺一萬 可以我一個人賺一萬 但是這種努力的心 不影響我的去去活動 尤其是在這個案 當時的規劃 我們是希望能夠朝下於 整個美式的生活圈 趨勢 那個叫做Community生活 趨勢 都是我有所謂的 大人 我還要做共產黨的行李 不在做 哇 做共產黨的行李 所以我們設定 就是區域性的擺脫 生活擺脫 但是我沒有一個人賺 希望結合國際環境 所以 大江山的市民朋友 你們將來不用開車 中車勞論到市區裡面去消費 也不用到往台南去 看看可用小牛 蛋公三牛 你所有的吃喝玩樂 全部都在這裡 你看 你看 Dumigoro 我請拿 張壽司 還有我們提家 7月份要開幕的 無印良語 說到無印良語 它是目前來講 全是多一無二的 所謂的做獨立商店 它一般都在商場裡面 它將來它是要賣蔬菜 跟生活的一個快活的餐飲 這是他的題目 他為什麼要來 當然他對這個區域發展 有信心 其實我剛剛講到 吃喝玩樂結合在這裡 唯一很可惜的就是住 當我們在做飼料的時候 四年前我們在做飼料的時候 我們發現鋼山地區 有很多螺絲界 螺絲的工廠 那一些大老闆有一些人出差 交談的時候晚上一定要回市區 一千萬千萬一千萬 一千萬三千萬四千萬 剛才完全沒有住的 但是我曾經 要想再把那個角落 割兩千萬一起來 做飯店的揮畫 但是很多朋友看到嗎 林堂一關的衛生索 才會賺錢 那會賺錢 我說賺錢 賺錢的生意很多 但是齁 這時候是說 把地方如何結合長遠之際 但是 我早知道都是 今天 以前把台積電出來 我給他投資 因為還有一千萬一用 我們絕對不是只有幹 我們可能會幹死 但是我也要跟市長報告 雖然我們總部只要按後續 因為缺風又缺料 害我們後半段 又追加把江靖 來的支持 又追加兩億多 包括秀派引成的 引入 他也追加了 江靖派要引力 這個到時候再拜託台政局 這邊 就是我請台政局長來的意思 那我也要跟高昌朋友 報告一件事情 就托解要引述 那這個原站 原來的輸送電梯啊 只有單向 只有一個單向 後來呢 我在想 要帶動全部 我們跟捷運公司討論了 乾脆一條幾塊來開啊 你跟我來過幾塊 幾千萬八千萬 那市民朋友 上下的時候 全部都有輸送帶來 這樣一共這條幾塊 要等於開啊 不關開啊 但是 我想這個是 用一種回饋鄉里 的心態 來 建設地方 這一直都是我想的 做一些事 所以未來 拜託我們市府 如果說 有一些政策 我剛剛也跟局長報告說 我不是為了賺錢 引力 來做這些樣子的事 我是用一種 回歸 方理人 的一種心態來做 這個做起來才會變化 那目前 我們在市營運的過程當中 比我們想像中的 還以小 還以小 那可見 我們的地位是 對人 是對的 那麼今天我也要重點講一下 我們所謂的 銀城 釣投市場 和釣投軍力 我們 也在剛才做了一個 唯一 十五 十五里的 大序幕的 一個 銀城的一個銀行 而且是有 曲線 曲面的 將近五個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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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環島 等一下 如果有一些朋友 我們可以一起 中午來一起來 分享 多次的這個動盪 這麼 就這麼 熱的天氣 各位觀眾 你們大力 廣場開幕的這些 有沒有 歡迎你們來 謝謝各位 繼續給我們支持 再度謝謝各位 進度各位 身體健康 多加營灘 謝謝